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渐进线的问题 那么这个题目是要我们找出所有的渐进线 那么我们先检视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发现x是多少会让它变0的数字 我们称为牵直渐进线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牵直的部分好了 首先我来做一个改造 这个分母可不可以分解呢 如果能够分解成一次式 那么就势必它就会有牵直渐进线 这是x-3x加1 上面是x平方加1 会让分母为0的数字 我们就称为牵直渐进线 牵直渐进线 有几条呢 同学的话可以一眼就看出来了 会让分母为0的就是牵直渐进线 所以是x等于3 还有一个x等于-1 一共有两条 这有两条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这叫说渐进线一共有三种 一种叫做牵直 一种叫做水平 一个叫做斜 那么我们来看看水平渐进线的求法 水平渐进线很简单 我们看看上面的次方的数字 这发现是二次式 这是二次式 我肯定说有水平渐进线 那怎么算呢 水平渐进线的意思是这样的 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这个y会很接近到一个数字的话 我们就称为水平渐进线 这是水平的渐进线 这是y等于f of x 或者是负无限大 也有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的是 limit x趋近正负无限大 不论是正负的无限大 同学看 x平方加e是上面 底下是x平方减2x减3 无论如何它都会等于1 也就是所谓的 水平的渐进线 也就是y等于1 当x趋近无限大 或者是负无限大的时候 它都会在1 就是我们所谓的 它的上限 或者是它的顶上 会越来越接近的数字 那么y等于1 就是水平渐进线 那第三种叫做斜渐进线 斜渐进线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斜渐进线的话呢 要求的是分子跟分母 差一次方 左边是f of x的话呢 那么上面要三次 底下要二次 就会有斜渐进线 上面是五次 下面是四次 就是上面会比底下 多那么一次的话 就会出现了斜渐进线 那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所以所有接近线 有几条呢 一共有三条 两条签值 一条水平 就会变成线 我们下期再见